去年美农地震造成围观大楼倒塌的严重惨剧 今年2月台南又再发生5.6的地震 更加引发民众对建筑安全的关注与重视 这也让建商决定从源头做起 选择具有安全认证的施作工法 兼顾建筑安全品质 美农大地震造成围观大楼倒塌后 越来越多建商重视建筑安全 从施工源头做起 加入建筑安全履历协会 为台湾打造安心建筑 品质的管理通常因为我们牵涉到工人很多 所以没有办法说很好的管理 自从接触到这个工法以后 就是有履历的认证 这个工法是系统性的一个工法 就变成说我们是系统化的 做了很多的一个加工以后 再让工人去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是比较能够控制到一个安全的品质 你看我要伸手要伸到里面来 我才可以把这根钢筋勾进去 还有这样卡 我手再挤进来 我手要这样很小心这样挤 我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勾好 有别于传统钢筋结构 透过电脑剪裁 弯折加工预制 方便现场施作 这也是钢筋系统工法的优势 从快速施工到降低人为疏失 更加容易控管 其实不只有在台湾 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接收到 世界好几个国家 也来主动来跟我们联系 也希望说能够把我们这一套 好的建筑安全履历 跟安全系统工法的这个概念 带动到他们的国家去 借由台湾建筑安全履历协会 推动的建筑安全履历认证 再经由第三方查验 即派赵存镇制作建筑安全履历 也让施作过程更人性化 兼顾建筑安全品质 新唐人亚特电视 蛇志成台湾新竹报导